好 大家好 我是小新 那今天这期选题呢 跟大家聊一聊笔记本电脑当中的 这个集成显卡还有独立显卡的话题 有什么双显三模切换呢 独显直连之类的这个功能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该怎么选择模式来使用 那相信很多网友呢 都有点搞不太明白 那这台笔记本电脑呢 是联想拯救者Y9000X 虽然拯救者的这个产品呢 都是有带这个游戏属性的 但是这次的这个产品呢 外形做的还是比较轻薄的 也是比较有时尚的这个属性 那看起来呢 很像这个轻薄本的这个外观 那为了平衡性能还有续航呢 以及减少用户对于电脑模式的 这个学习成本 拯救者呢在系统当中呢 加入了一个DDG的这个技术 那如今呢已经更新到了DDG 2.5 那所以说今天呢 就借助这台笔记本电脑呢 跟大家聊一聊独显直连中的这个门道 那笔记本电脑呢 自从诞生以来 最核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解决移动办公的这个需求 那么早在20年前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所以呢 为了延长电脑的这个续航时间 都会采用更加省电的这个集成显卡 而且呢刚开始呢 因为这个技术呢不够发达 那集成显卡呢 并不是集成在CPU里面的 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核显 而是在主板呢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空间呢 给它预设了独立一个位置 那集成显卡虽然省电啊 但是这个性能呢 还真的是不够用 只能用来简单的这个办公使用 那后来随着用户对于笔记本电脑这个信用的需求越来越高 那笔记本电脑呢也开始采用这个独立的显卡了 那性能提高的同时呢 功耗肯定也是随之增加的 所以说厂商们也只能啊 增加这个电池容量来维持这个续航的这个时间 那笔记本电脑的重量呢也肯定是越来越重的 那经典的鱼和熏掌想要哪一个的问题呢 那各位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背包里面的电脑的重量是有多重吗 是不是想想都很心疼对吧 那为了促进消费扩大市场 电脑厂商们呢肯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有的厂商呢就在电脑当中呢 额外加入了一个切换的芯片 叫做Max Switch 来切换集成显卡还有独立显卡的工作 那在家里插电源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切换到这个独立显卡 那性能更强一些 在外面移动办公的时候呢 就可以切换到集成显卡这个续航更好一些 那比如说索尼早年的这个比肯定电脑当中呢 很多型号就会有一个硬件的开关 你拨一下呢 然后重启一下电脑 就可以在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之间来切换了 那虽然一定程度的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当时呢毕竟都是机械硬盘 电脑重启一次呢还是很慢的 体验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AMD还有英特尔呢 就推出了这个软件切换的这个技术 而且呢不需要这个电脑重启 就可以来完成 但是呢软件切换的时候呢 肯定是不太稳定的 会出现黑屏的或者死机的这个现象 那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虽然有了 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用户都是那么懂电脑的 当时呢这个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 这个传播的消息呢也没有那么快 那很多人呢 从买电脑到卖电脑的都不知道 我的笔记本竟然还有一个什么显卡切换的功能 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显卡 所以说厂商们花了这么多精力搞出来的技术呢 也并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 直到2010年的时候 英特尔呢发布了这个首批核心显卡 正式把这个显示的核心呢 集成到了CPU当中啊 那并且呢随后的几年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 性能也是越来越强 那紧接着 英伟达还有AMD呢也相继推出了这个智能显卡切换的技术 那可以通过驱动软件的方式呢来自动判断目前运行的程序呢 是否需要高性能 然后呢来自动调动这个集成显卡或者说独立显卡来工作 直接就省去了MAX开关 那这样的话呢技能保证性能又不会损失太多的续航 而且呢因为这个核显和独显呢可以同时工作 在一些渲染的场景当中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加分的 效果呢比独立显卡的运作呢还要更快一些 那看到这呢你是不是以为独显跟核显的问题就完美解决了 但可惜啊并没有完美解决 而且呢因为这项技术的出现还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呢并不像台式机的显示器 你可以手动选择插在哪一个显卡上面 但是笔记本电脑上呢只有一块屏幕 而且默认呢就是连接在极显上面 当独立显卡这个处理完之后呢 还需要把数据传回到极显 再通过极显呢输出到屏幕上才能显示出来 所以说有一个传输转换的过程 那这个传输的过程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性能损失 而且随着这个独立显卡的性能越来越强啊 这个损失呢也就越来越大 那具体有多少损失呢 我找来这个几个游戏来进行了一番测试啊 这台Y9000X呢硬件是i5-12500H的这个CPU 还有这个100W的RTX3060的这个显卡 先看看古墓丽影 在1080P最高模式下 混合模式的这个跑分的这个结果呢是115帧 而在独显直连模式下呢 则可以达到124帧的这个效果 有10帧左右的差别 然后地平线5在2.5可以分辨了一下 高画质混合模式呢能跑到93帧 独显直连模式下呢可以跑到97帧 虽然差距不大呢但是还是有点差距呀 但是这个F1 2020当中的测试呢 这个差距就会比较明显了 混合模式下呢只有110帧左右 而独显直连模式呢则可以达到160多帧的这个成绩 多次反复测试的数据都是基本一样的 所以说不管哪一款游戏呢 这个差距呢都是实实在的存在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搞来搞去确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呢有一些主打游戏的这个比达电脑厂商呢 就直接选择了屏蔽核显 或者说直接采用没有核显的这个CPU 让电脑呢永远只用这个独立显卡来工作 就不会有什么切换呢 还有性能损失的这个问题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训航肯定是受不了的 这个影响还比较大的 而且在一些生产力的场景下呢 渲染的时候还牺牲了这个核显提供的一点点的这个加速的效果 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呢 厂商的工程师们呢 又想起来被遗忘的这个Max Switch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在原来的基础上呢 又进行了更新迭代 这个不是让这个极显和独显之间切换了 而是让独显和显卡厂商的这个混合模式之间来切换 那这项技术呢 最早亮相呢 是19款的这个联想的Y系列的产品当中 联想呢 把这项技术叫做DDG 双模显示自由切换 那随后呢 也有其他的厂商录取来跟进 不过呢 这个功能呢 虽然说是可以完成这个切换的工作 但是呢 依旧需要电脑重启才能够生效 那本质上呢 还是最原始的这个Max Switch的这个硬切换的逻辑 用起来呢 还不是特别方便 那没想到啊 兜兜转转 最后呢 还是又回到了起点 能解决问题属于能用 并不好用的状态 用户呢 也只能将就一下 对吧 但是呢 比辑门电脑的厂商呢 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显卡切换的这个问题 那后来呢 有厂商就发现 可以通过软件虚拟一块屏幕 就能实现这个独显的 直接输出到这个比辑门电脑的这个屏幕上了 同时呢 也不影响这个核显的输出 那于是呢 英伟达的这个DDS技术呢 就出现了 可以让用户自由选择 是由独立显卡来驱动比辑门电脑的屏幕 还是由核显呢 来驱动比辑门电脑的屏幕 并且呢 不需要重启电脑 或者说在BIOS里面进行设置 那随后呢 联想拯救者在2022年的新品当中呢 还首发搭载了这项技术 并且呢 把DDS技呢 升级到了2.0的这个版本 到这里呢 才算是真正的 做到了混合显示 和独显直连两者之间的热切换 那这个功能看起来很完美 但实际的做起来呢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不仅需要MAX芯片 还需要显卡呀 屏幕啊 还有系统驱动 BIOS等等一系列的软硬件相互配合 才可以完成 所以呢 英伟达的这个DDS 即便已经发布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支持混合模式和独显直连的 这个热切换的产品呢 还是比较少的 那目前呢 有联想 还有外星人的这个少数的这个产品呢 是支持的 大家如果说想买这种热切换的机器本的话呢 一定要先找客服问清楚 这个切换独显直连的时候呢 需不需要重启电脑 然后在今天2月份 联想在发布Y9MP的时候呢 还把这个DDS 2.0升级到了2.5 除了支持这个混合模式和独显直连模式的热切换以外呢 在不差电源的情况下 还加入了这个纯极显的模式 就是可以实现三种模式的热切换了 那用户在户外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切换到这个极显的模式 会进一步降低这个功耗 还有提升这个续航 那所以说啊 关于笔记本电脑的这个核显和独显之间的这个使用切换呢 确实还是有些复杂的 即便是这么多厂商在通过软硬件来想办法解决 但是性能和功耗的一直都是很难平衡的 那为了保证这个轻包本的使用的体验呢 英特尔也推出了这个EVO认证 但是呢 性能还是上不去啊 想要玩游戏的话呢 还是要选择游戏本才行 那如果说你的笔记本电脑有这个独立显卡的功能的话呢 玩游戏的时候还是要切换到这个独显之间模式 性能会更好一些 那如果说你用的刚好是拯救者这两年发布的新品的话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热切换的来完成会更方便一些 那外出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个iGPU的模式 也就是强制使用核显的这个模式 来进一步提高这个续航的时间呢 那这次聊到这个话题呢 可能理解起来有一点点肉啊 那如果说大家有不明白的 或者说有想要补充的信息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各位那我是小鑫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